沿逸夏日出外向近烤炉熱烘烘 不過好天氣倒數 今年第三號颱風凱米確定生存 預計最快二十四號最接近臺灣 中央氣象鼠資料顯示 東北部未來五天暴風侵襲機率 高達百分之四十到六十 最高為基隆市百分之五十二 台北宜蘭則有百分之四十七 花蓮縣有百分之三十五 而南部地區則在百分之十以內 而颱風暴風可能最早到達東北部的時間 則在二十三號下午兩點之後 也讓不少民眾開始期待 颱風假要來了嗎 蠻期待的 因為我剛出社會 想說先放個假 很開心啊 希望可以休息啊 就趕快放假 想放颱風假沒那麼容易 除了在颱風暴風半徑四小時內 經過地區平均風力需達七級以上 或陣風可達十級以上 各縣市平地二十四小時累計雨量 則需達三百五十毫米 才符合停班客參考基準 那超過一天之後兩天三天 它的誤差其實還蠻大的 所以現在我們就要來說 它可能會成為西北台 或者是說川新台 或者是怎麼樣的颱風 其實都言之過早 利用這幾天的時間 事先先做好防台的準備工作 我想是錯不了的 專家直言是否放颱風假 應超過四十八小時誤差大 或許颱風若持續往西北偏 放颱風假的機率也會跟著提高 三千萬高雲宣長是函 台北桑報道